最近一段时间 川普明显不再那么胜券在握 据美方10月1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中日持有美国国债的数量呈下降趋势 巴西和沙特持有美国国债的数量在增加 美媒认为抛售美国国债是应对 川普单边主义的有利手段之一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持有美国国债的数额 是14个月以来的最低值 尤其在过去三个月降幅比较明显 但美方依然抱有信心 认为金融核弹是万不得已才动用的武器 不到最后一刻不会抛出这个最后的筹码 况且具体后果根本没有先例可参考 也缺乏精确的数据计算模型 如果伤害超出预期 那么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胜利者 港媒还报道称10月18日美方发布 半年度汇率报告将是转折点 如果川普将对手定为汇率操纵国 那么局面将进一步恶化 这样一来经贸大战与汇率战将交汇 即右鹰派控制的白宫或将对华 施加持无前例的压力 而韩梅则认为 禁售稀土将成为克制美方的绝招 白宫在9月24日对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税 却把稀土类排除在外 稀土是美国对华贸易的致命软肋 2017年美国进口的稀土中 有88%来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美国在加利福尼亚有排名世界第二大稀土矿山 可由于环境污染与收益不成正比 在1985年关闭 这一矿山在30年重新开始采决 但在市场上几乎没有竞争力 在处理设施和加工技术方面 美国至少需要两年才能转化为商业生产 如今全世界消费的稀土中有80% 依然来自川普的对手 韩梅还举出2010年的例子 当时由于调到争端而对日本禁售稀土 东京在三天之后就不得不选择妥协 如今的情况是川普更想再占一个便宜之后 体面的宣布中战 因为现在的形势开始朝不立的方向转化 首先 11月6日就将迎来中期选举 建制派早就开始对川普进行反攻 现在是白宫争取成绩的最后一次机会 一旦共和党失去了众议院的多数席位 那么川普主导谈判的地位将受到极大动摇 换句话说对手可能不在吧 白宫当成主要的谈判对手 这对川普来说无疑是羞辱和重击 这也是美方最近积极要求对手 回到谈判桌上的原因之一 其次 川普还面临商界的压力 执意对数千亿美元的商品加税 导致美国很多中小企业 无法承受供应链被破坏的代价 90%的企业代表都反对白宫的所作所为 在白宫上方形成了一个厌赛湖 而川普的强硬并未收到预期效果 9月美国对华逆差同比增加13% 超过340亿美元 在创新高 而美股牛市的终结 更是令川普吹嘘的经济成就显得荒诞不实 此前川普手中最大的牌 恐怕就是美国经济强劲增长 而对手的经济下平压力较大 现在白宫仿佛被锯掉了路角 开始收敛脾气 更想速战速决的其实是美方 双方僵持不下 美方除了持续加压 并没有更灵活的措施 更何况多轮谈判反反复复举行 美方却多次出而反而合变卦 这是最大的难点 可以说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已经开始低裂度爆发 不仅没有结束的迹象 反而呈现扩大化趋势 在复杂形势下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保持平常心 按不就般不卑不亢的应对 以平等诚信和严肃的态度为谈判的前提 反而让美方有点沉不住气和不知所措 作用世界人口最多 实际规模最大的消费市场 没理由全盘接受美方的漫天要价 坚持以理性克制的立场 灵活精准的手段进行防御性的反击 正在取得效果 感谢观看